截至星期六下午,醫管局一共接收8宗由武漢回香港不息個案 新增個案包括一名4歲女童 她到過武漢幾天,確診感染病毒,目前在屯門醫院留醫 另一人是50歲男子,確診感染H1N1甲型流感 她曾坐列車逃經武漢站,但沒有下車 她目前在將軍澳醫院留醫 因應武漢當局通報感染不明肺炎個案上升 港府決定啟動應變計劃,並列為嚴重應變級別即時生效 分析了將她的級別是嚴重的級別,有三個級別 這個嚴重的級別是第二個級別 其他去醫院探訪的人 公立醫院的探病時間,即時起實施新限制 一般急症病房,探病時間是每日不超過2小時 每次不超過2名人士探訪 至於療養和復康病房,探病時間是每日不多過4小時 每次同樣不超過2人探訪 衛生署衛生防護中心說 現時武漢出現的病毒性肺炎病例群組個案 可視為對公共衛生有重要性的新型傳染病 在嚴重應變級別下,這種傳染病對市民健康的即時影響屬於中等 衛生服務界立法會議員李國倫說 武漢上月底已爆發不明肺炎 港府直到現在才啟動傳染病應變計劃,形容動作慢半拍 立法會議員郭家琪批評 政府提升應變級別只有港治,沒有實質增加口岸防疫措施 他認為應要求來自武漢航班的旅客 及途經武漢站的高鐵乘客要填寫健康新報表 以便追蹤病人,都望記者胡朗謙報道